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幾天,繼田復甄被中國封殺 取消天津泡泡音樂節之後 盧廣仲也被無端取消北京音樂草莓節 當然,官方在4月21號於微博上給出答覆 原因是盧廣仲團圓有人身體不舒服 所以取消了12天後5月3號的演出 那跟胡錦濤身體不舒服被帶出場 估計概率是一樣的 當然也有可能真的是團圓身體不舒服 也有可能是其他政治原因對吧 那盧廣仲曾經就在2015年 被鼎鼎大名的黃安舉報為台獨份子 導致當時的音樂表演被替換 演唱會也出現了大量的退票槽 而今天盧廣仲出席活動的時候 被記者問到 欸這個北京音樂節的問題啊 盧廣仲只回答了 有了年紀之後追求的已經不是好心情了 而是內心的寧靜 也是人生在世修為的目標 沒有什麼遺憾 看似沒有回答問題的本質 但實際上他迴避的答覆 已經給大家相對應的答案了吧 那最近還有一部台劇 是由林依成跟徐瑋寧主演的 叫做不夠善良的我們 這部劇也被小粉紅抵制出征了 跟美國版的三體是一樣的啊 那這兩部戲都出現了辱華情節對吧 美國版的三體是把文革給拍出來 讓小粉紅破防 而不夠善良的我們 則是出現了一個畫面 畫面上的文件國籍寫了台灣 這對於台灣人來說 在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所以就讓眾多的粉紅受不了爆氣 說要抵制 這個海外的民國粉可能也會生氣 爆氣要抵制 因為他認為中華民國要統一全中國 我解救我們大陸同胞 我也想過的跟台灣人一樣 有民主自由的生活 憑什麼你們台灣人可以 可是瑞凡們 不夠善良的我們 跟美國版三體 都沒有在中國控制的領土內上映 你們愛看到版又想要抵制 看到版還看出了你來了 說我因為看到版 看到了這個魯華情節 我要去抵制你 我去日本機場的自動取票機 上面的國籍也是台灣啊 我去奧地利、捷克、義大利、美國、日本住宿 飯店叫我們寫的那個入住表 國籍也是寫台灣啊 17年我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 從上海入境 入境表我寫了台灣嘛 那個國籍我寫了台灣 被你們的這個公安海關糾正 說你前面要加一個中國 才讓我入境 連中國海關那個時候 也沒有強硬的說要逮捕我 中國、台灣四個字 是一個國家囉 不然如果你是中國、北京人 你會在國籍上寫中國、北京嗎 你會寫中國、上海嗎 不會吧 所以中國、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全名叫做中國、台灣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七個字的國家是不一樣的囉 即便今天那個畫面上寫的是中華民國 你們也會破防啊 不然為什麼周除除傷害 你們大量的刪減或是馬賽克 中華民國的國旗呢 為什麼郭台銘那個時候競選戴的 中華民國帽子要被你們打馬賽克呢 你管人家國籍寫什麼啊 他寫了一個月球也不關我的事 也不關你的事對吧 反正月球也是中國的 嫦娥、吳剛這些中國人啊 還有玉兔啊對不對 都比你們美國人更早登月 你怎麼破防都改變不了 台灣的總統府 台灣的各地 行政機關上面立的 不是五星旗 而你們也不要一直說 喔未來遲早會換的 OK那我們未來再說 但現在不是啊 你們不是這個現實唯物主義嗎 那現實情況來說 就現在就不是啊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 未來想要叫什麼名字 即便我們想要叫做花蓮帝國 都不關你一個沒有投票權的粉紅屁事 知道嗎 而不僅是台灣人被抵制之外 連遠在重慶的中國人也被抵制了 抵制的更慘 兩個中國女生跟一個中國男生啊 共三人被一群中國大媽大爺給批鬥了 原因是這兩名女生啊 穿著日式的浴袍在河邊拍片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暖心的畫面哈 最後面這個推的畫面啊 就不放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推特上看就可以看到動手的畫面了 有沒有看到 穿著浴衣 然後被這些大媽大爺說是和服 和服跟日本的浴衣其實也是有點區分的啦 和服是很繁瑣的穿著過程 這個浴衣啊 就不一樣了 而且浴衣那些啊 很早也是從中國的武服這邊傳過去的 所以你要抵制的話 請你先抵制中國自己的武服 他們就因為在河邊拍了抖音 被這些中國大媽說是間諜 還被批鬥 我之前發了一個中國網紅拍片指出啊 房間冒出綠光 很有可能是外國間諜搞的影片對吧 結果這條影片不僅沒有打醒小粉紅 還被一堆小粉紅嗆 我那個影片肯定是台灣省人百拍的 就算是中國人拍的也是極為少數 因為我們雖然愛黨愛國 但是我們沒有像你影片裡面這麼的無腦愛國 看看剛剛播的影片 這些大媽大爺們是少數嗎 你要確定紅衛兵小將們在中國是少數耶 還說要報警抓間諜 這些粉紅不敢去批判這些大媽大爺 跟房間冒綠光的中國網紅 卻跑來噴我這些評論的人 因為你說了中國不存在這麼無腦愛國 然後你反而不去批評他們 你來批評我們評論的人 可見你本身的立場就是擁護共產黨的啊 不然由頭六四分那些人啊 去哪裡了 他們不是說不要因為民族國籍等等的原因 去限制他或是借給他人從事任何的活動嗎 怎麼現在這麼的安靜呢 而其中啊 剛剛影片裡面最關鍵的一句話 大家有聽到嗎 與女子同行的這個男生啊說了一句 我也是中國人 結果反而被中國的革命小將推了一把 火氣越來越大 尤其是聽到了這一句 錯就是錯在這一句 為什麼 因為你說你是中國人更慘 我教訓不了洋人 我還教訓不了你中國人嗎 如果你今天啊說你們三個是日本人 來中國觀光穿著日本的浴袍 推廣中國文化 在這裡看到一堆高樓大廈 非常的震驚 哦 重慶的麻辣燙啊 重慶的這個美食啊 太讚了 日本遠遠比不上啊 所以啊 我要拍這些給日本人看看 中國人已經強大起來了 至於為什麼我要穿和服呢 是因為要讓日本人相信 我也是日本人 所以呢 我們中文為什麼講的這麼好 是因為我們來到中國之後 學習了中文 因為中文啊 是現在進行式的國際語言 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 我跟你保證 這些大媽大爺啊 會請你吃飯 還會跟你稱兄道弟說 哇讚 然後你順便再跟他批判 日本真的很壞 那你一定會被封為座上兵 先前一位中國粉紅陸配啊 說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也是一個台灣省 對吧 他在西門町穿著 滿清的服裝 說要讓中國人看見 中國人的美 但大家當時應該也看不到 有人過去包圍他 甚至打他對吧 還報警抓他 而這些中國女孩子啊 並沒有拍片說 重慶是日本的一部分 要讓日本的大陸人看到 日本本省人的美 他也沒有說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日本重慶市 對不對 都沒有這些前提啊 而影片的最後還是要提到 最近華為推出了電動車M7 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 追撞了中共的灑水車 而這個灑水車啊 是正常運行 正常行駛 歸宿在內線車道行駛 還是停在內線車道 沒有放上告示牌 造成了這場車禍 中共跟小粉紅們 資質不提 而華為車上的三名乘客 全部S了 是被活活給燒到S的 當下跑去救難的人發現啊 車門根本是打不開的 即便我破窗了 人我也拉不動 拉不出來 這個剛好也打臉了之前 那個護航小米的粉紅說 就算我的車沒有自動開鎖 斷電了 那你們可以破窗救 華為這次給你們很好的示範 而家屬也質疑啊 這台車並沒有像你們華為說的 自動煞車 緊急煞車 巨大碰撞 會自動開啟上鎖的門 方便人家來救援你 而家屬還質疑了安全氣囊沒有打開 但是這些維權家屬通通被封號 網路上也陸陸續續在三家屬相關維權的消息 只剩下非家屬的人可以評論這件事情 華為的官方是說 自動駕駛也是正常的啊 自動煞車也是正常的啊 門鎖也是正常的啊 氣囊也是正常的 現在問題就是找到這個 當下去救援的人 他願不願意講實話 他會被多少錢給收買 或是他會被多少錢給威脅 他到底會不會講實話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 為什麼要屏蔽家屬呢 為什麼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熱度 討論中共政府的灑水車是否存在違法違規的聲音呢 不是說發生意外就等於華為不好欸 每台車每個品牌的車都有可能發生意外 這個我認為很正常的事情 問題是為什麼要封禁家屬 為什麼不讓人家質疑你宣傳的並沒有做到 我估計啊之前台灣藝人林志穎 如果是在中國開這台華為車發生這場意外 他估計就不會跟開特斯拉一樣 讓車門還打得開 而今天我們就會緬懷林志穎 而最近馬斯克跑到北京跟中共中央談話之後啊 中共宣布解除對特斯拉的禁止 對吧 我現在開始允許特斯拉接近一些 我特定的高速公路路段 以及機場還有政府相關周邊單位 去年啊不是很多很多的影片跟公告都說 特斯拉沒有理由的不准進來這邊對吧 去年很多你們不要忘了 而這次有一個文件說解禁 那就代表之前是有封進的對吧 那我只能說啊 在政治利益下交換的商業啊 風險是極為高的 而中共也會隨時因為自己的想法改變 看到你可能賺得很好 或者是你有統戰價值 逼迫你讓你一退再退 等到你退無可退的時候呢 有可能你所身在的國家利益就會受損了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相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 拜